文莉是成年人的 她有权力决定自己要不要生 她是成年人 夏文莉 你自己说你是成年人吗 不是 你的男友 立明说 她要负责 你们都要结婚的人了 结果呢 因为立明没有把衣服跟袜子分开洗 你就把她甩了 是你害你肚子的小孩没有爸爸的 你这是幼稚 你把婚姻当儿戏 你怎么当个好妈妈 妈 那你可以把衣服跟袜子一起洗吗 你把袜子内裤都一起洗 我有怪好吗 我没有 我后来都有分开洗 不要看到她在我这里 真的吗 我回嘉义那一天 我们一看要洗衣机里面 你的袜子内裤是一些鬼子 也就那一次而已 那个袜子只穿一下下而已 看起来没有脏 这样应该可以吧 一点都不可以 你内裤跟袜子行穿 为什么不能一起洗 等一下 现在是说内裤袜子的事情吗 妈 妈 现在会有怀孕也不少啊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生小孩养小孩 不需要男人 男人很麻烦不是妈妈 看你们婚姻就知道了 所谓的婚姻制度啊 就是有一对男女 不 现在也可以是一对男男 或者是女女 共同合作维系一个家庭 有她一定的道理在的 但是 如果是不合适的婚姻呢 还不如不要紧 你可不可以 比我老师说成 我们两天都不得罪的关话 你的立场呢 我尊重女儿的决定 尊重的说出来就是放任 就是你这种教育观念 我连人生被你带歪掉 不然你来带啊 你有时间带吗 她从小到大 我花多少时间陪她 你有什么资格 所以我没把她带好 她是哪里歪掉 小时候她老是指的电视喊妈妈 可是妈妈就是不回家 你要我怎么办 这就是我的工作啊 你第一天知道吗 你们能不能安静听我说啊 要是我可以自己带小孩 又可以自己养小孩呢 不可能 反正我可以 小孩子是我的 你们都只能给我介意 天拼在我 不 你不可以 未婚还这种事情多难听啊 要是传出去 你爸是公务员 我在电视台 怎么面对其他人 等等 你把文莉带回家里拿小孩 为了就是保住你主播的名声 你就只有考虑到你自己 你怎么这样说 当然不是这样啊 这个消息都传出去 有多少人会对我指使点点 我底下这么多女主播 对我虎实战战想把我挤掉 我要是没有在主播台 先来养家 靠你公务员的薪水吗 妈 你又来了 我就是乱事 我说实话 我错了吗 文莉 我们回台北 你要回去自己回去 大家干什么 回去把孩子生下来 我没你那么自私 我自私 把孩子生下来就是好吗 你不怕他辛苦吗 这张你有空签一签吧 走 回台北 你放开他 我没有说他可以走 你放开他 你给我留下一家没有 赶快 你们这是我恐惧婚姻最根本的原因 爸 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 我要留在这里 我可以自己生下来 我可以自己养下来 我可以自己赚钱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